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题是路卡利欧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好了 近期虽然路卡利欧并不是活动的角色 而且招式组合也并没有特别的改动 但是在13季的对战联盟里 飞行系变强了 然后衍生出很多钢以及岩石系的宝可梦去针对 当然如果你想用格斗系去打钢或岩石的时候 反而会被飞行系给反杀 而路卡利欧本身第二个属性钢系能够平缓这个状况 所以它其实在目前的对战联盟 还是有许多玩家在尝试的 毕竟它还算是热门的角色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超结盟如何使用路卡利欧吧 好那今天同样的是由魅影来提供对战影片 我们今天看到它使用龙刚刚阵 不过作为日钢的路卡利欧是以格斗为主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场 好那我们直接开始的话 可以看到在第一场面对到的是盔甲鸟 那盔甲鸟在出招的空间上来说 是比较好切削挡招的 所以我们换上后顺位的雷吉斯七五上来 今天配置雷吉斯七五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路卡利欧的招式 蛮需要去能够骗盾 或者在盾的优势上去压制对手 所以雷吉斯七五的上场 势必能够压破一下对方的盾 好那对手也换上了我们比较怕的恰蕾姆上来 而这次恰蕾姆是配合着增强犬的啦 相对有可能是没有被冰冻拳去打啊 这我们的奇奇奇鳥 那这边要来看一下电磁炮是否能够降到对手攻击力 电磁炮下去就 哦运气很好啊 让对手刚刚那个增强犬攻击提升的状况取消了 不过比较可惜的就是 因为它攻击力回复原状 所以我们这边被它多弄了几下 奇奇奇鳥迟迟迟迟上来 以防万一是开个盾挡了一下 结果对方是增强犬加精神强烈的 那压迫力胜来说就还好 那我们开了一盾 第二盾得保留给路卡利欧了 吃个招式 对手还是增强犬 因为它来不及使用精神强烈了 那中途换脚了 盔甲鸟再次上来 目前盔甲鸟是没有盾的 但其实我们的奇奇奇鳥打盔甲鸟 没有到太大的劣势啦 因为奇奇鳥的伤害量算是不错 一个神套蒙击下去 竟然逼迫到盔甲鸟开盾了 目前还有一盾 不挡一个神套猛击应该是不会下场啦 这边吃一个神套猛击 伤害量还好 这边可以再稍微浓一下 路卡利欧虽然本身是港西 但是格斗的关系 平伤飞行一招式 将坦度秒都很好 是不太建议这边奇奇鳥挡招招啦 尽量让奇奇奇鳥打到底比较好 如果可以再逼迫到一盾 结果奇奇鳥连续两个神套猛击 对方有可能会硬爆啊 来看一下 对方的 盔甲鸟保住了 让我们中途路卡利欧上来 直接用双备奉弯把他K下去 这边势必得开盾了 优点在于目前对方没有盾了 所以我们等下暗影球或增强拳 都能够去处理对方 好轻松的双备奉弯 咒掉了对方盔甲鸟 而他作为角色 竟然是蒂亚海斯啊 那这场结束了 不过他竟然中途切脚挡招 选择恰雷姆上来 恰雷姆这边吃到一个增强拳 伤害量并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们路卡利欧可以再稍微浓一下 那我们说了路卡利欧本身是刚系嘛 兵器招式打我们剪上 他只能选择地震 但是出招速度 要赢过我们的路卡利欧是有点困难的 加上目前攻击提升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用选择暗影球 直接用正强拳一发下去 收掉地牙海斯 好那我们就下一场 好那这场的话算是一个逆风啦 就看到了泥巴鱼 直接换脚 雷吉斯七五上来了 而对方这边并没有让泥巴鱼下场 所以雷吉斯七五可以使用一个蒸汽弹 跟他互相的消磨一下 不过美女这边很相信对方 先开个盾挡了一下地震 蒸汽弹直接出去 其实遇到泥巴鱼我们的阵型上比较难处理 因为路卡利欧的坦度秒到很好的情况 泥巴鱼可能会连续用很多地震 这边能够尽量让雷吉斯七五消磨掉对手的盾 或者是把泥巴鱼直接打下去是最理想的 好对手 泥巴鱼的地震再次出来了 而我们蝉血出大招 运气非常好啊 蒸汽弹刚刚好出来了 那蒸汽弹出来的情况下 泥巴鱼没有下场 即雷吉斯七五跟泥巴鱼 泥巴鱼的操作残性是比较佳的 不过对方很真诚啊 一直地震出来 并没有用盐崩来骗盾 此时我们的七星小上来 龙息直接把队友点掉 反正对手因为后面一定有办法再处理掉七星鸟 所以他的泥巴也并没有换脚 我们看到胖可丁上来了 胖可丁一上来 我们先来一个神辽猛击 稍微的消磨你的血量之后 路卡利又要上来 双方在小招部分是平伤的 那这边硬打的情况 我们有增强拳 快速的出招 压迫对手 对手胖可丁 七星上应该是不会下场 但是他保住了 那这边增强拳 哎呦 对手残血 这边隐梦门上来 两个念力收掉路卡利又 很可惜 暗影球并没有放到 增强拳的七星上也白白浪费掉了 此时七星上来了 目前一顿的优势 但是感觉那只胖可丁 好像是有七星上可以出招的 比较麻烦一点 那这边势必想要挤到两个神药猛击 一个打隐梦 另外一个打鸡西鸟 但是七星上有一点远啊 好 运气很好 还是挤到了神药猛击出去了 看起来跟胖可丁比一个攻击力的情况下 七星上是可以获胜的 好 对手胖可丁一出来 不过他是选择杀娇啊 并不是直接按招式 所以我们只要忘记下去 收掉了残血的胖可丁 这场算是对手保留住胖可丁想要打七星上了 不然整体上来说 尼巴尼在场我们会更难打 好 进入下一场的话 这场直接开场遇到妖精系的阿罗老板的九位 他带杀娇的 七星上是没办法打的 但路卡丁又在小招品上的情况下 还是有点头破血流了 可以看出他的坦度确实是欠佳的 增强拳下去 九位也被逼破了 因为毕竟我们有暗影球啊 他吃到是会直接下场的 压迫到盾的情况下 我们再来一个增强拳 压迫你的血量 然后可以选择雷吉斯七五上来 直接锁定把他点掉 没有问题 毕竟他的招式全部都是减伤的 那对手不想让我们这样做 所以换上越洋一步上来 但是他应该是忘记的啦 越洋一步是蛮怕雷吉斯七五的 我们有蒸汽弹啦 而且刚刚路卡丁又在那边 有逼破到盾的情况下 雷吉斯七五或者是七星鸟 更好处理掉对手 不过比较麻烦的就是他那一只九位 他等一下还是可以拿来打七星鸟 所以这边我们雷吉斯九要打到怎样的程度 非常关键啦 好那对手的越洋一步出招了 越洋一步说实还蛮烦人的啦 就算你可以看到招式的属性上压制到他 但是他连续的出招靠着他的坦度 他也是有办法磨损你啦 算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角色 那迟迟我们看到了七星鸟上来了 七星鸟上来的话 对方的换角时间应该还没到 所以能够隆起尽量的蓄一点气量 不过可以看到 对手的九位也是适时的上来 应该是七星鸟出来直接双克我们 所以我们必然是给开个盾啦 然后迟迟此时也把三亡猛击放出去了 要收拾掉九位 这只九位可以说发挥的非常好啊 目前双方平盾 那这个又让一步还在 而他最后一只角色是碾鱼王 碾鱼王要打七星鸟 一定要暴风雪K到 但是难度是比较高啦 那这边就要看盾到底有没有挡到那个暴风雪 好碾鱼王此时的气量上非常的足 我们来看一下暴风雪是否会出来 没一次先挡招 结果是短能量的泥巴射击骗盾啊 非常不诚实啊 但是我们这边再次使用神套猛击啊 那是否要切雷吉斯丘挡切 是有点风险啊 因为如果队长忍住的话 哦这边运气很好 竟然真的挡到了 如果队长忍住的话 这边连续泥巴射击 这一场会直接悲剧啊 但是挡到暴风雪的情况下 耗掉他的能量 甚至有办法再出个招式 真气弹出去 收拾掉泥巴鱼 这个挡切非常的关键啊 虽然对手的阿拉伯本的九位 控制得非常好 但是最终挡到暴风雪 他就整晚送走了 好那我们就下一场 这一场也是一个逆风 看到的是玛丽露丽 妖精系 龙袭招式很难打 所以且陆卡丽哦 嗯 妖精系有抗格斗啊 且陆卡丽哦 有点难挽 不过对手竟然换上了烈尖银啊 鲁卡丽欧真的觉得很痛苦啊 一个暗球下去也没办法直接把烈尖银集成 而且这边 哇 对手 因为他如果不出招会被鲁卡丽欧打下去 所以鲁卡丽欧的暗球还是很有杀伤力啊 那我们就是用一盾换上顺位了 不错 而对手的最后角色是七星好上来 那我们可以让七星好避开玛丽露丽 隆袭互相伤害 虽然盾是劣势了 但我们等一下可以用雷吉斯七五去打玛丽露丽 那这场的关键可能在对方玛丽露丽的配招啦 以及电磁炮没有降到攻击力 如果他没配置水炮 那这一场他可以直接跳掉了 因为配置水炮的玛丽露丽是完全打不动雷吉斯七五的 好 使用猛吉出去对手的七星好是挡招了 那当然的他的龙袭一定有办法点掉我们 雷吉斯七五时上来 应该是我办法锁定直接拿下七星了 然后挤到电磁炮的气量上去打玛丽 七星了神了猛吉伤害量还好 那玛丽上来了电磁炮先出去 电磁炮能够降攻的话 就算他的水炮有打到伤害量应该也不会很好 电磁炮下去 哇 妹妹这一场的运气真的是非常好啊 持续的让对手攻击下降 然后我们先开盾直接挡招 对手是短能量的冰光 是否有带水炮还要看他下一招是什么 因为有可能是他在骗盾 但是很可惜了 电磁炮准备出去的时候玛丽是先出招了 来咯 这一下是否是水炮 真的是水炮出来 但是伤害量还好 我们电磁炮下去了 电磁炮虽然没有属凶 但是能够克制水系的玛丽瑞 一下下去玛丽瑞残血 然后他就变来不及来出招了 这里就是电磁炮 雷吉斯丘非常恶心的地方啊 原本玛丽跟雷吉斯丘打算是平平的 但这种配置电磁炮之后 这个平衡就被破坏掉了 而最后我们还集到了蒸汽弹 直接用蒸汽弹打那一只七星鸟 游戏结束 这一场对手也是帮我们压得死死的 但是后面两只轮替顺利的拿下 这一场看到护城龙直接逆风开 完全没有在演戏了 护城龙的情况 对手也换上葱油冰上来 逆风更逆 但是雷吉斯丘厉害的地方就在于 你不论上谁 他基本都是能够稍微压迫你 而且葱油冰的坦度不是很好 他知道一个电磁炮是会下场的 所以逼迫了葱油冰开盾 稍微的拿一点风向回来 就算在逆风 雷吉斯丘的稳定性还是很好 对手持使用叶刃出来 杀伤力还好 对手应该是配置叶刃加上游泳猛攻的 这两招一打钢都还好 导致我们的雷吉斯丘蒸气弹再次输去 哇这雷吉斯丘发挥的非常良好 直接逼迫到对手两盾 而且这个轮替让七千豪可以上来 对付到他的葱油冰 对手没盾 路卡利欧就可以用暗影球无限输出 而且夸张的是游泳猛攻杀量竟然那么低 雷吉斯丘电磁炮降到攻击力 效果卓越 所以他一下下来只打七千豪半血左右 那他护城龙是会被路卡利欧格斗系直接双克 不过他作为角色果然是为了应付格斗系而存在的玛丽努力 但是他在每一顿的情况下 玛丽努力也要打路卡利欧 可能是天方夜谭啊 连续两颗暗影球就可以收尾了 然后再来是护城龙 我们可以用双备步玩家增强拳 直接把它农到底 这一场算看似逆风啊 但是他的第二只上来的角色 其实他就算牵马力结局也是一样啦 雷吉斯丘的稳定性 就算他在电磁炮 几率上是下修了 还是非常的强啊 好 暗影球下去 收掉马力 最后面都要护城龙 护城龙的话 他是能够去打杠戏啦 有喷射火焰 但是出招实在太慢了 这边是完全没有疑惑的啦 其实双够兵虽然帅气 但是他在对战的表现上 破绽实在蛮多的 而且就像他配置夜刃加幽猛攻 雷吉斯丘他还不一定打得太动啦 好致他开了两盾 后面角色直接崩盘啦 好 那我们就下一场 再一次看到护城龙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是否不一样的战局 但是我们看到第二顺位 不是双够兵的 反而是恰雷姆 恰雷姆就稳定多啦 因为恰雷姆本身有坦度 他居然吃到一个电磁炮 也不自己会下场啦 所以开盾的空间是 比较没有那么的需要啦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只恰雷姆他配置的是冰冻犬 并不是增强犬 所以他等一下有可能用冰冻犬 去打我们七星啦 相对的是有需要开盾的空间啦 好 那一个电磁炮下去 对手的恰雷姆只配了半血多一点点 伤害量并不是特别好 不过这只恰雷姆应该是冰冻犬加精神强烈的 所以他的大招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压制雷吉斯丘 这一场妹把血量上压到最低 在使用电磁炮 如果降到攻击力的话 反而会让自己被多农 所以这边的操作是OK的 目前还是逼到了一顿 然后接下来七星了面对到恰雷姆 但是攻击以下降的恰雷姆 妹妹是决定挡了一下 冰冻犬 虽然双克 但是伤害量还好了 然后这边准备把对手恰雷姆点下去的时候 对手再次让护神龙上来 对手一定感觉到我们是ABB阵啦 所以保留了恰雷姆 但是他猜对了 陆卡利欧还在 但是恰雷姆本身的血量上有一点少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有机会 开了一盾 挡住对手的喷射火焰 然后这边是增强拳出去 并没有把对手的护神龙浓到极致啦 增强拳下去之后 可以看到攻击上升 再多补了一个双倍奉还 轻松拿下护神龙 恰雷姆会再次上来 而我们增强拳又好了 所以这边增强拳下去 还是有办法收掉残血的恰雷姆 对手目前共鸣同样都是一顿 而他主要的角色竟然是勾魂眼 那勾魂眼本身的属性是能够抗格斗啦 但是因为很多玩家都选择恰雷姆去打 所以你会发现到 其实勾魂眼在打格斗非常强 不过路卡利欧对他的招式算是贫伤啊 而且我们这边增强拳持续攻击提升 双倍奉还 配合着增强拳威力也算是不错 导致这只勾魂眼目前已经头破血流了 增强拳再一次输去 勾魂眼的残血 七七鸟上来 龍席要准备点掉的时候对手出招了 不过此时我们的神妖梦集也好了 所以勾魂眼欺诈出来 我们补一个神妖梦集就收尾了 其实今天阵容的稳定性很好 主要是靠着七七鸟跟雷姆斯七五 他们之间的轮替啦 然后让路卡利欧有机会上来 在一个优势的情况下 对付很多种属性的局面都有压制力 好我们就下一场 这场看到泥巴羽 同样的看到泥巴羽就是换成雷姬斯七五上来 泥巴羽再操结膜的坦度真的是非常优异啊 虽然我们骑一骑鸟在打雷姬斯七五是还OK 但是打泥巴羽却不行 因为他的炎崩出招实在太快了 雷姬斯七五的确认就在于他的出招可能比较慢 那我们也没关系 我们用雷姬斯七五来跟他硬碰硬好了 蒸汽蛋先下去对手没挡招目前是一顿的劣势 那我们这边吃到地震 是不至于会下场的啦 不过对手终于换脚了 结果巨藻怪啊 他其实看到雷姬斯七五瞬间是可以直接切巨藻怪的 并不需要让那个泥巴羽去扛一个蒸汽蛋 而这边我们先来一个蒸汽蛋 巨藻怪直接残血了 同样的是一顿的劣势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巨藻怪会直接地震呢 还是将农水炮出来 好结果是将农水炮啊 不直接使用地震反而他这边又吃到一个蒸汽蛋了 说实在非常大意啊 除非他想用你一把射击帮我农下去 这边再挡一个招式 好这边确实挡一个招式了 但是我们可以换脚了 骑骑鸟上来 那如果他配置地震加上将农水炮 就没办法打骑骑鸟 如果将农水炮出来那就OK了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农下去啊 所以这两只角色的轮替 有时候遇到自己所怕的角色的时候 他们都能够互相cover 也算是不错啦 那对手连续将农水炮 没有办法去牵制骑鸟 目前的气象上也急到神鸟猛级了 而泥巴鱼的血量上也不算特别多 所以这边我们有机会 龙袭加神鸟猛级把它打下去 那这一时候 泥巴鱼来个炎崩出来 并没有办法收拾掉坦度不错的骑鸟 那这边可以看到我们风向已经拉回来了 骑鸟来一个神鸟猛级出去 收拾掉残血的泥巴鱼 而他最后角色是电灯怪上来 电灯怪上来的话 虽然我们没办法再出招了 但是我们还是有两只角色可以应用 雷击75时时上来 先逼迫对手电灯怪先出个招啊 结果他来一个冲浪 短能量的 那陆卡利欧要直接跟他一碰一的 到底是能够获胜呢 不过看起来比较难啦 因为主要还是双方都是平伤的大吉 那就考验的是体质了 体质的部分陆卡利欧是比较脆的 而且妹尼这边选择增强拳 并没有使用暗影球出去 那这场可能就要画下句点了 毕竟增强拳这边没骗到盾之后 对手一定就是慢慢的出个冲浪 然后就可以磨死你了 然后他盾还在 只要你开招他挡住 连续两个冲浪游戏就结束 路卡利欧比较辛苦的就是 他如果遇到平伤打击的对手 比体质的部分的话 路卡利欧是战烈士的 暗影球也不见得有办法一下case掉对方 暗影球他在属性上来说没有属凶 好最后 天灯怪还是出了招式 收拾掉残血路卡利欧 这场比较遗憾 好那我们准备进入今天的最后一场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场的对手 七星鸟 哦这场是顺风了 终于是一个顺风了 我们看一下恰雷姆 对手并没有换角 那应该是带冰冻拳的 有可能后面有一只也怕七星鸟 所以他这样操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是冰冻拳啦 不会骗啦 冰冻拳打七星鸟 虽然属性上双克 但是只喷了一半 还可以 那他竟然第二只选择护城龙上来 跟自杀没有两样啊 护城龙说实在就是大好大坏啦 那如果你刚好遇到格斗戏的话 就会像这样 直接被我们练功到底 直接取得一包护城龙经验包啊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陆卡利欧本身刚系啦 还是得挡一下喷尸火焰 那目前是一顿的劣势 那对手的第二只角色 阿索色的最后一只角色 是利益剑英上来 那我们暗影球先下去 对手两盾一定会挡啊 欸结果不挡 哇这个利益剑英非常有自信啊 不挡招 而第二下面你还是选择暗影球啊 其实可以选择增强拳就好了 因为他一定会挡啊 这不可能不挡啊 好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刚好被烧劲给点下去 比较可惜没选择增强拳 不然这边也能够再逼到一盾 那此时选择雷记四球上来 不用担心炫烟系 一下是打不死那么坦的雷记四球的 所以就不开盾了 欸结果对手 选择雷猛攻啊 这是在操作是在干什么的 可是放弃了吧 只是用锁定 把对手的利益点掉 最后恰莱姆 我们可以用一个招式 逼迫到他开盾 然后再让我们吸一清料 放一个神奥猛攻 游戏就结束了 电磁包下去 欸结果对手不开盾了 因为他只要开盾的话 还是会吃到后面七小的神奥猛攻 但是你这不开盾 反而让自己想要上升一点点 那我们也不用出招啦 直接用龙骑脉吐掉 好那我们就拿下最后一场咯 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 我们今天的主角算是陆卡利欧 不过我们却能够看到 七七鸟跟雷记四七五的配合 确实非常完美 让陆卡利欧在后顺位出来的时候 非常的稳定啊 他本来就是需要一个强大的队友 能够避盾 或者是能够让他在气场上 优势的情况下出场 是陆卡利欧在对战上 基本的一个操作 所以今天在阵容搭配上还算是不错 所以玩家如果想要陆卡利欧的话 不妨可以参考今天的阵容 去尝试看看 最后的话 我们要再次感谢魅影 提供精彩的对战影片 给玩家们当作参考咯 我们下部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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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